发动机是战机动力的来源 它们的出现具有化石代意 装备了它能使战斗机如虎添翼 飞出许多超机动动作 再过时速中自由穿梭 在各种航空航天博览会和防物展中 飞行表演是最精彩 也最吸引人的一个环节 为了展示其先进的性能 飞行员都会拿出看家本领 把战机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在精彩表演中 发动机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被称为战斗机的心脏 而矢量发动机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矢量发动机呢 普通发动机的喷嘴 是不能够变换方向的 如果战斗机需要做出一些高难度动作 必须要结合垂直尾翼和机翼的调整 才能完成 即便是这样能做出的动作 也是非常有限 而且一旦把握不好 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 王牌飞行员少之又少的原因 因为他们每做一次高难动作 无异于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毒 矢量发动机 简单地理解为推力转向技术 也就是说发动机的喷口 可以360度进行转向 摆脱了飞机的机动和操控 主要由气动布局提供的局面 矢量发动机 可以让战斗机轻而易举地 完成短距起降 翻滚 横滚等动作 比如垂直起降飞机 在常规状态下 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失效后的 当发动机的喷口 向下90度弯曲的时候 矢量发动机就会产生 垂直向下的推力 这个时候飞机就能够垂直上升 如果把发动机的喷口 缓缓地向后改变 这个时候 矢量发动机的推力 就会分解成两个力 一个视向后的推力 一个视向上的升力 这两个力的总和 就是矢量发动机 喷口推力的大小 这就是矢量推力 发动机力作用的原理 纵观武器装备的发展时 我们不难发现 推力矢量技术从理论到应用的 每一次突破与进步 都与一些武器装备的诞生与发展 有所关联 正因为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上的 一再验证 人类对推力矢量技术的掌握和运用 才一步步走向成熟 矢量推进技术 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技术 它的研发需要尖端的航空科技 作为保障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也快点 吃 我们下期待 吃 鼓 按 按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